一命二运三风水 寒一节并称中国的四大鬼节 源于上古时代的春秋二纪 春为清明 秋为中原 自上古干之历法的指定 今天法祖与祭祀文化就成为了中原节的元素 是超度历代宗卿 普渡亡魂的重要时节 在道教事业中 中原节是下半年阴阳态势 气韵起伏的重要节点 道教遵奉三观大地 指天观 地观和水观 中原七气 地观赦罪 道经以正月十五时上原 为天观赐福 七月十五时中原 为地观赦罪 十月十五时下原 为水观解恶 据《修行记》记载 七月中原日 地观降下 定人间善恶 道是日夜诵经 恶劫囚徒以得解脱 因此 在中原时节 古人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和道场 以祭拜地观大地 及历代宗亲 东汉末年 天师道便以综合道家的宇宙观 形成了颤罪仪轨 守国须上三观守书 分别投于天 地 水中 表示向三观忏悔罪过 以祈求平安 后世以来 皇帝曾率百官参与中原大节 成为了赦罪忏悔 宵夜转运的重要节日 中国传统中原节期 攻逢中原赦罪的官宝弹 地观名为中原二品赦罪地 官清虚大地 隶属上清境 地观由原栋混灵之气 和吉黄之金结成 宗主五帝五月诸地神仙 每逢七月之际 即来人间 孝借罪福 为人赦罪 释放幽冥夜满之灵 故称地观赦罪 七月十五 中原地观清虚大地 下降考察地域诸罪魂 除罪薄灭恶业 上夜班及夜生活爱好者 以及体弱多病者 此日爱招手邪随侵扰 每个人都有自己 前世孽缘今世的业障 为了个人运势 健康 财运 家庭 不被冤亲债主所干扰 有自己祖先酒涉地狱 后人无有追溯超度 当于七月十五 请高宫道长设谈 或上表祈福 为各位善信福主 祈福奈祥 消灾解恶 还殷债 增补财库 破小人 还受生债 祭祀祖先 超度英灵 化解冤亲债主 祭祷贵人扶持 诸事顺利 改运转运等 那么 在中原结代 什么能够辟邪转运呢 依依黑药石 黑药石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因为黑药石本身就有 很强的吸纳负能量的能力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招财效果 和辟邪的作用 在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里 有白虎入木 或行军打仗时 配戴黑药石的习俗 传说 黑药石能够驱走恶魔与妖精 保护善男信女 不受小人陷害 得到上天的庇佑 所以 人们常把它作为 镇宅化煞的灵物 二 红马脑 红色是一种吉祥的颜色 象征着光明 它的正面意义 在于增进智慧 力量与祝福 也体现出人类对幸福的渴望 对于美好的事物的需求 以及希望 因此 在众多的辟邪物品里面 黑药石无疑是核实不过的 灾道家界 一直都有用 它来化解一切灾祸 增加人的自信心 三 水晶 水晶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代表 水晶中的很多宝石 都可以用来做成各种饰品 或者挂件 比如手链项链等等 不同的晶体 有着自己的作用 如果想要获得好的风水布局的话 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个黄色的水晶葫芦 四点五地钱 在我们的传统学说中 有这样的说法 倒是要穿金银器 黄铜器 然后将这些东西 放在枕头下睡觉 其实 这就是五地钱的功效所在 这是清朝时代流通的一种古代的钱币 而后被世人所采买 成为现在生活中常见的一个法宝之一 五地钱 一般都用于祈福求平安 提升官路 及挡珠烂桃花等目的 五五诛沙 诛沙属于天然矿物 具有吸收负面磁场的效果 还有消除病气的功能 在中医方面有很好的疗效 但需要长期坚持 不能完全枯萎发臭 以免形成毒素 此外 朱沙还有防癌功能 在本命年期间佩戴可以避免疾病的产生 改善运气的稳定性等等 除此之外 在七月半建议穿一些浅色素色的衣服 因为是属于祭祀的节日 朴素一些比较符合节日主题 但忌讳红色黑色和白色的服装 黑白两色是葬礼上多用的色彩 放在中元节是很不合适的 另外红色是半戏试试穿的 如果该节日也穿是不吉利的 因此当天适宜穿着灰色米色或者杏色之类的服饰 中元节这天的讲究还是不少 明日中元节 记得 一不留 二要满 三不吃 开运天才 诸事平安顺遂 一不留 祭祀时供品不留 不要带回家中 在中元节以及其他祭祀活动期间 人们往往会精心准备丰富多样的食物 纸钱等各类供品 用以祭拜祖先或者神灵 依照远远流畅的传统习俗 这些用于祭祀的供品 在整个祭祀流程结束之后 通常是不会被带回家的 而是安放在祭祀的地点 象征着对祖先或者神灵最诚挚的敬意和全心全意的供奉 传递出人 能对于先人和神灵的尊崇 表明这些供品是专门为他们所准备 而非用于满足生者的日常需求 二要满 祭祀时饭碗要满 满满的饭意味着丰盛与富足 七月十五正在阳帝的八月中旬或下旬 这一阶段正是丰收的时候 用满满的饭去感谢祖先的庇佑 显得格外虔诚 而且这样祭祀的节日 满满的饭也会让祖先在明节有面子 而且一般碗都不是只装白米饭 饭碗内要放三粒黄豆 差一根百只 饭碗内还要买几只煮熟的笔起 祭祀时要装满灯油碗 在祭祀的传统中 南北方的习惯存在一定的差异 北方地区一般会使用蜡烛 而南方则倾向于用灯油为祖先点一盏长明灯 在祭祀之时 为长明灯加满灯油代表着对祖先的无尽敬意和持续的供奉 通过加满灯油 人们期望祖先在另一个世界能够感受到晚辈的诚心和关爱 从而心生欢喜 其根本目的在于祈求祖先的庇佑 让祖先保佑自家晚辈顺遂无余 生生不息 家族后四眠言不绝 这种庇佑不仅涵盖了身体健康 事业有成 更包括了家族的和睦昌盛 人丁兴旺 在人们的心中 祖先具有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他们在冥冥之中注视着家族的发展 能够为晚辈带来福泽和好运 因此 加满灯油这一仪式 既是对祖先的尊崇 也是对家族未来的美好期许 承载着人们对家族传承核心望的深切渴望 三不吃 中元节不吃牛肉 在众多地方的传统习俗中 中元节选择不吃牛肉 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 牛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是耕种土地的主要劳动力 为农业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因如此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人们自觉地选择不吃牛肉 以此表达对牛辛勤劳作和重要价值的尊重 这种尊重 不仅仅是对牛这一动物本身的感激 更是对传统农业文明的一种缅怀和传承 中元节不吃狗肉 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被视作忠诚的象征 常常被认为是家庭的忠实守护者 所以在中元节这一节日里 不吃狗肉 实则是出于对狗的尊重和深深的感激之情 这种尊重体现了人们对于狗所给予的陪伴 守护以及信任的真实 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对于动物情感价值的重视 和对其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认可 中元节不吃假鱼 在传统文化的观念里 人们认为假鱼与背着墓碑的必须存在近亲关系 因此在中元节避免食用假鱼 以防产生不吉利的联想 这一禁忌反映了人们对于吉祥寓意的追求 和对传统观念的遵循 中元节这一天 民间存在诸多需要留意的事项 依避免晚上出门 中元节的夜晚被认为阴气较为浓重 出于谨慎考虑 建议尽可能不要外出 尤其是在此时这段时间 倘若确实因特殊情况必须出门 切勿单独行动 最好能与他人结伴行 因为此时外界环境被认为阴阳之际的平衡有所变化 单独行动可能会增加遭遇不可预见状况的风险 二避免阴事气重的地方 应尽量避开那些诸如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子 遗院 荒芜的山顶 墓园等阴气偏重的场所 这些地方往往被认为是阴气聚集之处 可能会对人的气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阴不可抗拒的原因必须前往 务必结巴而行 以相互照应和增加安全感 三早睡 在中原节期间 应当尽量提前入睡 切记熬夜 因为在传统观念中 熬夜会导致人体的正气削弱 使得邪气更容易入侵 保持充足的睡眠 有助于维持身心的平衡与稳定 增强自身的抵抗力 四不收不明物品 切勿接受来源不明的物品 特别是钱财 贵重物品等 因为无法确定 这些物品的来历和背后 是否存在不良的寓意或影响 贸然接受 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潜在的麻烦或不利 五保持正眼 在这期间 应多多回想 令人开心愉悦的事情 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担忧和焦虑 以正面的思维和情绪 来抵御可能存在的负面能量 维持自身心灵的安宁与祥和 六避免背后议论他人 不要在他人背后议论长短 更要避免提及诸如生死等敏感且严肃的话题 这不仅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 也是为了避免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引发不必要的口舌是非和负面能量 七步沉迷不良嗜好 坚决避免陷入赌博 过度饮酒 沉迷声色等不良嗜好之中 这些行为在平日里就有损身心健康和个人运势 在中元节期间更被认为容易招惹灾祸上身 导致运势不佳 八 避免做重大决定 中元节前后半月左右的时间里 尽量避免做出诸如搬家 嫁娶 安葬 安床 升迁等重大决定 因为这段时间被认为气场较为复杂 做出的决定可能受到不稳定因素的干扰 从而影响决策的准确性和后续的发展 就避免去河边 水边 在中元节期间 尽量远离河边 水边等区域 因为水被认为是阴气较重的元素 靠近这些地方可 能会增加遭遇不利情况的可能性 时晚上不要晾衣服 中元节的夜晚 机会洗衣服和晾晒衣物 这一习俗或许源于古老的传统观念 认为此时晾晒衣物 可能会沾染不洁之气 或带来不吉利的影响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